2012年7月,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,正处在一年中最酷热的季节。 在位于郊区的一处史前遗址发掘现场,正忙碌着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谢涛,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,让他临时去调查一处新发现的古代遗存。 赶到现场后,谢涛发现,遗存是一座古代墓葬,恰好处在地铁三号线,军区总医院站台施工的范围内。 建筑工人发现了异常之后,及时通知了媒体热线,消息才最终辗转到了谢涛这里。 我是顺着这个地下小的那个新大那个管线,爬进去,看了一下,因为里面特别黑, 拿着电筒,就是他们通过他们那个施工破坏的这个小孔,我里面照了这儿,发现墓葬体大,也全是红色的。 看到满眼的鲜红,谢涛的第一个意识就是,墓葬保存状况极佳。 因为这个有机制文物的保存下来,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,一个是要保水, 二一个就是,它即使是保水的状态,也需要这个它的这个围环境, 就是它里面的这种环境,对它那个细菌啊,或者温时度啊, 或者什么样的很多的条件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,它才有可能保存下来。 根据一些细节,谢涛初步判断,眼前的墓葬应该属于汉代,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历经漫长的岁月,保存如此完好的地下遗存, 在整个四川盆地都不多见。 成都是一个冲击平原,那么很多的墓葬它在平原地区的话, 它这个下边它是不保水的,就是冲击平原下面全是暖石, 砂石,三五米深以下吧,土层以下就是砂石。 很多的墓葬它接近这个砂石层以后, 它是那个水,它是没办法在墓葬里面保存的, 所以我们发觉到就是比较平那地方,平原上的地方发现的墓葬, 它基本上有棺果,它只缠成一点痕迹了, 就是连那个木头它都保存不下来,还别说那个青木器都保存了。 最初的兴奋过后,谢涛突然发现, 果实虽然保存完好, 但其中却堆积有大量的淤土, 这说明,墓葬曾经被人盗穿过, 淤土应该是从稻洞滑落到了这里。 已经被盗过, 但是当时就觉得挺可惜的, 因为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盗的, 就是它的被盗的年代, 你当时判断不了的, 是早期被盗, 还是近期被盗, 早期被盗的话, 就是感觉可能好一点, 你要是晚期被盗的话, 那基本上什么东西都留不下来了。 由于环境复杂, 围绕着墓葬进行的周边调查, 遭遇了诸多困扰。 所以只能在就是有一些边角的地方啊, 有些花台下面啊, 就是表面没有印土的地方, 没有道路的地方, 去做了一下工作, 就要了解了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地貌, 然后发现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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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还有没有墓长。 见缝插针式的钻探, 再加上对建筑工人的走法, 在地铁施工即将覆盖的区域内, 考古队员还真的又发现了两座汉墓。 三座墓葬从北向南依次排列, 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家族。 其中最北端的一号墓之所以能被发现, 是因为据工人反映, 当初在附近施工时, 那里的积水往下渗透的速度总是很快。 因为一号墓的话, 因为它从下面往下渗水, 就说明它就会去地比较浅。 而且它这个墓上的话, 更靠近道路中间, 往这个两, 往边上走的时候, 这个上游了, 基本上没有东西压着它。 得到这个信息, 尽管没有钻探数据支撑, 但谢涛还是拍板, 挖开了穿闪路后市的路面。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复学土坑木。 来不及评估墓葬的破坏程度, 队员们刚刚开始清理填土, 竟然又发现了不止一个稻洞。 从后面来看, 早期的稻洞至少都是两个, 晚期到这一角了还更不说了。 谢涛所说的早期稻洞, 指的是墓葬在古代就已经被盗, 如果真的只有这两个早期稻洞, 问题可能还不算太严重。 因为古代盗墓贼对有机文物, 例如漆木器、葬具等并不看重。 2015年, 湖北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望山桥一号楚国贵族墓葬时就发现, 盗墓贼搬走了青铜器, 拿走了长柄武器的金属部分, 但对珍贵的漆盘、漆木鹿以及竹茧等文物不屑一顾。 但是, 在老关山一号墓中, 除了两个早期稻洞, 最让考古队员揪心的是现代人对墓葬的破坏。 当他们向下清理到果市面时, 眼前的情景果然让大家彻底失去了希望。 就发现果板上面也是被稻洞打穿了, 果板是被破坏了。 好多开门的已经断了, 清理里面的时候连矿泉水瓶都有, 所以当时更没有想到会出什么样的东西。 果市里出现矿泉水瓶, 很可能意味着任何有价值的文物都已经不复存在。 它那个木头很结实的, 就是厚度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那样厚的那种木板, 宽有大概六十公分宽, 然后就一个圆形的洞就把这个果板打穿。 起初在观察二号墓时, 谢涛就发现木质藏具保存较好。 这在整个成都平原都十分少见, 由于二号墓埋葬的地层比较深, 考古队员一度以为这和地下水的长期浸泡有关。 可是一号墓距离地面只有两米左右, 为什么在铝金倒扰后, 果市盖板依然保存得如此完好呢? 仔细观察木坑中的填土, 考古队员发现, 贴近果市的一层淤泥十分特别。 淤泥年纪比较重, 原来用了很多的, 这个青糕泥它沉下去了。 青糕泥,白糕泥, 常常出现在楚国贵族墓葬中, 楚人利用它质地细腻, 粘性大, 不透水, 不透气的特点, 用来给墓葬防腐。 虽然在这个果实里面的扰洞是特别大, 但是发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漆木器的保存状况啊, 还是非常理想, 就是因为它这个有水, 还有这个青糕泥, 而且是个长期保水状态。 看到这些色彩鲜艳的墓涌, 队员们喜出望外, 他们赶紧补充了一个有关积木器的文物保护方案, 及时上报给了国家文物局。 以前因为我们这个成都这边, 虽然墓葬做了很多, 当然保存这么好的墓葬的话, 相对来说还是很少, 就是基本上积木器出土的量是非常少的。 接到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报告, 国家文物局立刻安排了在漆木竹器保护方面, 最权威的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, 让他们也派人参加了老观山汉木的发掘。 接连出土珍贵的漆木器, 欣喜之余, 考古队员却有些疑惑。 既然已经有现代人进入了国室, 却为什么既没有盗墓, 也没有通知文物部门呢? 看来, 留下了矿泉水瓶的, 应该就是排水管道的施工人员。 他们可能就随便在里面是孤刀了一下, 估计那工人也不懂。 为了不遗漏一件, 哪怕再细小的文物, 考古队员对清理出的泥土细致过筛。 可是, 除了包括木涌在内的小剑的漆木器, 以及一些陶器碎片外, 却再也没能发现其他有价值的文物。 他在他的摆册室放了两口棺, 就两具木棺, 两具木棺是放在这个果实里面。 从果实内放置的两具棺木来看, 一号墓应该是一座夫妻合葬墓, 可惜的是, 果实和棺内都被盗墓贼搜刮一空。